第32集 到了隐蔽的树,他们走了进去 里面没有树,只有一屋子的人和酒 还有墙上满满的花 像一个城堡,浓浓的夕阳风格 沈飞和赫莲娜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 沈飞点了杰克丹尼斯加可乐 赫莲娜笑了 上次是知华氏加绿茶 这次是杰克丹尼斯加可乐 为什么不喝醇的 沈飞微笑 那多单一 多尝些变化是种好的感受 再说,哪有那么多本质的纯净可以享受 很自然的 沈飞把自己的颓废气带了出来 其实,杰克丹尼斯是一款中档拼下的威士忌 它的味道相遇并且带着一股色味 加上可乐会是很不同的感受 他静静地等待逝者端来酒 心里在想 自己虽然现在的收入比之两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可人的本质没有变 在她眼里,这种黯淡的色彩就像她的人生满是滋味 酒来了,赫连娜尝了尝 味道有些怪 说不上好,也说不出差 沈飞慢慢地喝着享受酒吧里的气氛 赫连娜尝说 春节过后我要去公司总部培训三个月 我们的活动计划要在这之前定下来 沈飞惊讶 能得到CIG的培训机会很是难得的 你很厉害 不过是你应得的 说到这里,她在心里暗笑 静小丝一定在那里恨得牙根发痒呢 十二点了 沈飞送赫连娜回家竟然有些不舍 她摇头甩开自己的念头 也许是应付女人应付得累了 很想拥有赫连娜这样的女人 但是她又不想伤害已经受过伤的赫连娜 内心很矛盾 可是那种渴望又是那么的强烈 到了小区门口 赫连娜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 沈飞拉住了她的手 静静地看着她缓缓地靠近 赫连娜有些惊讶 可是看到沈飞明亮的眸 带着深情一下迷惘了 悲伤不是掩饰就不在的 还是忘了灵艳吧 她不值得你对她那么好 沈飞对她说完 轻轻吻了赫连娜的额头 然后坐正身体 回去吧 好好休息 赫连娜愣了半天 打开车门 外面的冷风吹得自己一阵战力 她关上车门 逃适地跑回家 沈飞望着她的背影消失 内心的复杂滋味泛滥 赫连娜回到家 躺在床上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得到了培训机会 又得到了自己曾经暗恋的偶像的吻 这个吻代表什么 安慰还是 想想自己的悲伤 自己的爱情 赫连娜竟然笑了 世界上每样事物都有很多竞争者 更别说爱情 自己抓牢了 它就真的属于自己吗 没有谁非爱谁不可 没有谁真正属于谁 也没有谁真正了解谁 面对爱情的竞争 输给自己最好的朋友 并不能算是太悲惨 至少在欣赏男人的角度上 自己和心底又达成了一致 拿出心底送的薰衣草油 涂抹在伤痕上 看来 这伤疤会慢慢平复 心底的悲伤也没有那么疼了 静小思什么也提不起精神 一下班就跑回了家 奶奶给她做了炸酱面 看着奶奶静小思哭了 奶奶 我很没用 培训没有争取上 工作上也是处处不如人 奶奶笑着懒过静小思 人哪 就是这样 越想得到的东西 往往得不到 过分依靠别人的帮助 也不行 孩子 你有些急功近利了 很多事情没有捷径 必须付出努力 才能得到回报 静小思擦了眼泪 默默地吃面 奶奶虽然老了 可是一点不糊涂 很多都看在眼里呢 但是奶奶又怎么可能知道 自己这么做 是想让她享受呢 最近她的身体不太好 又不肯上医院 自己真的有些害怕 如果有一天奶奶也不在了 自己该怎么办 回到自己的房间 静小思想奶奶说的话 越想得到的东西 往往得不到 其实这话只能是安慰 并不是真理 什么是能力 能力的实质就是 想得到 并且做得到 自己在能力上 运气上 态度上 一定还是有所不足 所以才会处于下风 但奶奶说的有一句是对的 过分依靠别人的帮助 是不行的 有了这层认知 静小思决定 要努力为自己争取了 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可以忽略不计 只要时间够短就好 其实不去美国培训 也挺好的 最起码可以陪奶奶 而且就算是去了 也未必能像当初 自己的想象的那样 遇见总裁的儿子 再说 充分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 自己会得到的更多 要么是工作上的升职 要么是遇见 心目中理想的客户人选 于是 她打开电脑 将自己和赫莲娜的客户 重新整理一遍 做出今年所有的活动计划 来到公司 获得培训人选的公告 已经贴了出来 很多同事对赫莲娜 表示了祝贺 进小司也冷冷地送上祝福 并挖苦地问 你的英语行吗 没怎么听你说过 赫莲娜一笑 应该还行吧 其实自己是过了英语八级的 因为喜欢公关这个行业 所以早早地就很学英语 要知道 英语对公关人的重要性 有时比中文还厉害 进小司冷哼了一声 回到自己的座位 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反而让自己更冷静了 看到赫莲娜的同事关系很好 这多少也给自己提了信 平庸的同事 在关键时刻会更有用 自己当初太轻视他们的力量了 赫莲娜可是每次出差 都会给同事们带回东西的 虽然都是些零食什么的小恩小惠 但是说自己好的人 远远比不上说赫莲娜好的人多 赫莲娜去办了护照 妈妈对她能得到这个机会 颇感欣慰 至少她能离开这个 让她伤心的地方 是再好不过的 虽然赫莲娜从来没有 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一丝悲伤 但是她的内心 一定还有伤疤 培训的日期定在了3月18日 恰巧 一品牌在纽约巡演的日子 是3月22日 这样也好 赫莲娜能尽心尽力地 完成这个活动 对此沈飞很满意 从那个晚上 沈飞吻了赫莲娜的额头后 沈飞想了很多 自己一直在追求一种奢华的生活 也一直在为有朝一日 过上这样的生活而努力着 但是渐渐发现 这种生活越来越不适合自己 或者说 自己已经看透了 这种貌似时尚的生活 这种貌似时尚的生活 其实就是表面的浮华 而当自己回到 安静的可怕的房间时 内心的空虚才是致命的 没有一丝成就感可言 只能时常问自己 在追求什么 又在为什么而执着 当初看荆棘鸟食的震撼 早已过去 而现在真实地感受到了 将荆棘刺入腹中的痛苦 却依然要忍受这种痛处 本以为和静小丝在一起 可以得到短暂的释放 因为他们是那么的相像 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的人 可以牺牲 可以毁灭的人 但是静小丝又和自己是不一样的 自己虽然在卡琳娜身上 得到了工作和前途 但不会奢望得到更好的 因为自己还保有一份自尊 和一份渴望自己成功的希望 而静小丝却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停地利用男人博上位 完全失去了自己奋斗的信念 所以他直接和静小丝断了交情 静小丝并没有极力挽回 而是转身就走 看来确实没有什么情感可言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可靠 只有自己才可以相信 所以自己才一直这么累 只有在与赫莲娜一起工作 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的时候 这种痛楚感才会消失 因为忙碌 因为充实 也因为赫莲娜阳光的笑容 她仿佛就是自己的美极 而卡琳娜 就是代表着成功的事业 两者不可兼得 又都舍不得放弃 甚至连说都不可能说出 因为怕失去 沈飞虽然内心矛盾 但是表现上已经有所超越 她为了这个巡演 天天和赫莲娜工作在一起 小到道具制作 大到预言彩排 他们之间的情愫 在起着化学反应 赫莲娜刚刚受过感情的重挫 对这种化学反应 有些本能的抗拒 但是沈飞 把握得恰到好处 让她内心的伤 慢慢恢复着 这一切 静小丝都看在眼里 心底泛起冷冷的寒意 她沈飞又算什么呢 不过是衣服 在卡琳娜身边的看门狗 敢对自己做出 这样使乱中气的事 自己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但是自己现在 还没空搭理他们 最近最品牌的老板 对自己正是用心的时候 暂且放过他们 走着瞧 巡演的事情 终于准备到位了 赫莲娜已将启程 前往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CIG总部学习 三月十四日 沈飞来接赫莲娜下班 请她吃饭 因为赫莲娜明天就要启程 沈飞问赫莲娜 想吃什么 赫莲娜有些惆怅 只要不是西餐就好 怕在美国连续吃三个月的西餐吗 沈飞笑了 赫莲娜的华人 我和你一个航班 当然会去芝加哥了 我想送你过去 沈飞深吸了口气说 赫莲娜有些惊讶 心跳加速了 她说这个话的含义 有几重 是真心的吗 自己可以接受吗 有未来吗 太多的疑问 一下涌进脑海 惊涛拍浪 沈飞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说 快到决定去吃什么 厚海的老汉子客家菜吧 很想吃西纸鲈鱼了 赫莲娜勉强笑了下 沈飞开车放了音乐 想起曾经的场景 沈飞问 为什么不玩魔方了 玩那个很锻炼脑力的 赫莲娜看了她一眼 眼中明显地在说 你应该知道的 沈飞笑了 你又不是因为林彦 才喜欢魔方的 何必因为她而放弃呢 上个月我去广州出差 还和她一起喝酒 她问起你 我说你很好 赫莲娜没有吭声 新地的伯克里 有她和林彦在情人节的照片 甜蜜幸福 仿佛自己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 到了后海 本以为时间尚早 结果却是人满为患 原来今天是白色情人节 吃了饭 沈飞送她回家 在小区门口停了车 沈飞拉住赫莲娜 明天我接你 一起走 赫莲娜的脸红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 想到三个月会见不到你 心里有些难过 所以我一定要送你过去 让你记得我 沈飞说着 有些尴尬的笑 说得有些肉麻 你赶紧回去吧 陪陪你老妈 对了 给你准备了礼物 说着沈飞下车 打开后备箱 拿出一个大大的暴熊 憨憨的 很是可爱 赫莲娜接过她 眼中有些潮湿 却说不出话来 沈飞将她揽入怀中 抱了抱 明天中午 我来接你 说完她上了车 开车走远了 北京的春天来得晚 但还是来了 赫莲娜呼吸着空气中 春天的味道露出笑容 回到家和妈妈一起收拾行囊 带的东西并不多 毕竟是去学习的 次日一早 赫莲娜给沈飞发了短信 中午来我家一起吃饭吧 沈飞没有回 却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门铃响了 赫莲娜打开门 沈飞拎着行李箱站在门口 赫莲娜温柔地笑了 怎么会那么像要一起私奔的场景呢 妈妈热情地招呼着沈飞一起吃饭 沈飞对老妈的厨艺赞不绝口 赫莲娜问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家人 沈飞笑了 他们都在新疆 是那会儿建设兵团过去的 那你怎么在北京上的高中 赫莲娜问 我是从初中就独自来北京上学了的 不是有政策吗 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北京户口 哦 赫莲娜继续吃饭 原来沈飞之所以那么独立能干 是自小锻炼的 吃过饭 赫莲娜就和妈妈告别 下午四点二十分的飞机 还要办出关 所以出发得早 有沈飞在 赫莲娜与老妈的告别 才没有泪眼相对 其实不过是分别三个月而已